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哦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强强棍 哦 烧哦 嗯 好吃 咦哈 开开开卡不叮叮 开开开卡不叮叮 全体齐龙 准备出发 好啊 跟着我坐上时光机 飘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里 七兄弟 金鹅 还有国王光屁屁 哎呦 丑小鸭 夜音 驴子说话真神奇 绝了 飞说不可的故事 在爬屁妈咪的笑容里 飞听不可的故事 在亲爱飞吟的美梦里 我们的爱统统在 飞听不可的故事里 咦哈 欢迎来到酒吧新闻台 九点强的关键 今天节目开始了 今天是4月9号 哎呦 我好紧张啊 为什么 我们4月24号就要演出 这个朱探长秘密答案 三 其逢敌手了 外面的姐姐 你看看 上一次来我们这边 大概还有半年以后再来演吧 怎么这一次来 你看 剩下两个礼拜就要演了 你看看 这个外面的姐姐 怎么这么一阵子都不见了 希望呢 也就是说 大家听众朋友不要像他一样 每天都听节目 然后呢 常常支持我们 那也希望呢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在国家戏剧院 能够见到大家的面 好紧张 蒋哥今天一天都得处理这些 然后我们这次旋转舞台 然后灯光 音乐 舞蹈 然后更有意思 就是这个整个侦查的线索 几斤的准备 一下多一点 一下少一点 太多怕观众一下就发现凶手是谁 太少就觉得猜不过瘾 没有东西可以猜 这是调配啊 真的真是 好了好了 先不要讲那么多 看看今天你要问我 什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彩虹有几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要紧张 全部的答案都在强强棍百科全书 强强哥哥你好 我是小沙 我最喜欢问人家为什么了 强强哥哥 上次听您解答说 真的有不结枉的蜘蛛 真的让我又学了一样东西耶 不过讲到蜘蛛 我还是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那就是啊 蜘蛛为什么不会 被自己的网子给黏住啊 老师说过 最要追根究底的精神 所以要请强强哥哥 来帮忙解答一下了 蜘蛛网 为什么不会黏蜘蛛自己呢 请强强哥哥告诉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趣 你如果在高倍的 这个显微镜底下观察 其实蜘蛛网是会黏到蜘蛛的 但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 让蜘蛛不会被自己的网子 黏得动弹不得 首先是因为蜘蛛扒着脚的末端 有很密的一个肛毛 这肛毛减少了蜘蛛丝 直接黏到身体的面积 也就像是你用指头末 黏到强力胶 如果你整只手掌黏到强力胶 哇就拉不开了 但是如果是手指头 赶快拉开就不会黏到 那蜘蛛脚上的肛毛 就是可以让它容易轻易的脱困 第二个原因是 蜘蛛步步为营的行走方式 虽然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了 蜘蛛会尽量避免 就避开带有黏珠的蜘蛛丝 减少被黏珠的危险 也避免脱困时 它要拉扯 把它往这个拉破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蜘蛛八只脚的末端 表层上有种特殊的化学物质保护 能够减少被黏住的一种程度 但这个化学物质是什么呢 到现在尚未有定论 有些学者认为是油脂 有些人觉得不是 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才能看穿这个蛛丝马鸡 真是讲得太好了 讲到这个蜘蛛 一只猪 猪 我们题目就是一只猪 猪探长 十第一 四月二十四号 即将来到 二四二五二六 在国家戏剧院 猪探长秘密答案生 齐逢敌手来了 是的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先听 是谁 是谁 你一定知道他是谁 是谁 是谁 你一定知道他是谁 可学家的头脑 老鹰的眼 狮智王乐与勇气猪八戒的脸 好惨 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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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下海 飞天遁地 打击坏蛋 样样心 四弟 好的 坏的 罪的 缩的 熬的 熬的 熬不过他的眼睛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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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喜欢和平 太棒了 太棒了 爱强朋友 生长着眼 多天多看 不接受 不是一定超顺利 你应该知道他 他是谁 就是猪探长了 好了好了 冷静一点 我们讲这么多 你记得他是几月几月 这不是题目啊 请问猪探长的助手 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这就有点难咯 嘿嘿嘿嘿嘿 我们的新朋友可能就很难猜得出来了 一 葡萄 二 花生 三 面筋 四 巧克力 答对小朋友机会得到 如果我们剧团2015年 限量捉力 以及刚刚发新专辑的那些年 陶笛阿智 游雪智哥哥提供的 精美可爱小陶笛 八 三 六 九 三 三 九 八 校园特工队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是 合体四季 色气强心 教育缭乱 推动不息 和日月光明成长 創肤赌穴 創肤赌穴 擦亮智慧灵灯 前进的母校 第二段淡水河派 白鹿藏漆 茉莉芬芳 伴肥书香 主动负责 修挤爱人 和国家开不成长 树德云爱 发扬人性光辉 温西的母校 太明显了第三段的时候 同时我们要欢迎 新北市盧州区陆江国校 陈俊生陈校长来报道 校长好 你好 校长好 强哥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校长高大威猛 帅气逼人 气色真好 看起来睡得也是蛮饱 没有 强哥呢 今天是灰头土脸 这个 有头甘明 就有点 真是蛮 愁美苦脸 真的 也没有愁美苦脸 因为 因为4月24 不要再讲这些了 今天真的校长来这边很开心 其实上一次我们介绍 陆江国校是多久以前 十年以前 这么久 是怎么回事 芦州陆江校长一直不来 没有 其实我们学 这大台北地区 好像有个两三百间学校吧 应该不止 整个大台北地区 我们新北市国小 就将近两百所了 新北市就两百所 对 那加上台北市应该不止 三四百所 四百所 四百所应该有了 有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轮到一次 四百所 我一年大概也不过就是 四十所而已吧 对不对 十年嘛 四百所再轮到 差不多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 再度跟陆江的小朋友聊聊天 现在在学校的学生 同学 还有呢 家长 爸爸妈妈 学校老师 毕业校友 都欢迎您啊 打电话来 跟强哥一起聊天 跟现在的校长 陈校长一起在空中 一起分享 下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现在陆江大概有多少位同学啊 我们陆江目前大概有将近两千五百多位的小朋友 算是一个蛮大的学校 哇 还有两千多位 对对对 哇两千多位 不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哦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我们两百多人都会有人打电话进来 不要说两千多 哇两千算蛮多的 算蛮多的 现在这个普遍少子化的情况下 对不对 在芦州这边有两千多位小朋友 不过因为芦州区是一个都会区 那有五所小学 那这五所小学的规模 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都有两千多个 不见得都有两千多个 但是大概 大概都差不多 差不多一千九百多个 两千出头这样子 对 是不是也是代表有很多的 年轻爸爸妈妈在这边 那很是咯 是不是 因为在开发嘛 打拼嘛 然后芦州这边有一个新兴的一个都市 没错 对不对 这个现在是很蓬勃 那在居住上面 在生活机能上面 爸爸妈妈 年轻的爸爸妈妈 夫妇就在这边开始打拼 对没错 不过普遍来讲 其实都还是面临到少子化的现象 还是有啦 也不要太那个 我懂校长也不要太高调 不能说我们学校 不行 反而就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就是 还是 比较 要回头想一想 对 对不对 你这两千多个就要把它好好经营好 你两百多个也是要把它好好经营 没错 困定中求发展 不容易了 对对 校长什么时候 这是你的第一任学校校长吗 不是 这是我第二任的哦 校长这么年轻 你投入教育界多久的时间 大概24年了吧 你才24年已经第二任学校了 不得了啊 没有没有 其实已经算晚了 这是现在是校长普遍年轻化 校长投入教育界24年 您还记得 你曾经去过什么学校吗 我去过的学校蛮多的 有 你是指服务的学校 还是去过的学校 从您毕业了之后的服务的学校 我去过的学校 我毕业之后是在三重区的修德国小 修德 然后来呢就到那个系纸区的白云国小 白云 白云了 白云白云 然后到教育局里面去服务了一年 还有教育局 第一任校长是在那个石门区的前华国小 石门区啊 对 前华国小 前华国小 那是一个十八王宫山上的一个小学校 很迷你而且非常漂亮 那大概有多少人啊 学生我离开的时候有36个 从36个 然后到2000个 2500多个 这会不会有点膨胀的太快了 所以 这感觉很不一样 我不是说36个人不好 它是另外一种感觉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36个你几乎就像家庭一样 每天就是这36个 你可能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就全部都认识了 几乎每个小朋友都认识 而且都非常的熟 都熟嘛 他们家里的爸爸妈妈 或者家里的父母 都是都知道嘛 对 都在附近嘛 但是在大学校 光我老师大概就 同仁大概就200多个了 不要说小朋友 十比一差不多 也要200多位教职同仁嘛 对 差不多 哇 所以说你光教职员都比你以前那个学校大个八倍 没错 七八倍嘛 对不对 大概七八倍左右 七倍嘛 对 哇 不得了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到任这个学校 我是101年 对 今年是第三年 哦 今年已经第三年 对对对第三年了 哇 校长你真的 你修德跟那个白云 我都在过 两个学校就已经到校长了 哇 这个您真是一定是表现非常优异啊 我没有啊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行政的工作 还有点兴趣 那其实当然老师跟小孩子相处也相当不错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校长其实你可以服务的层面是更广 对对对 等会儿就要请校长来 等会儿就来讲一下 好 相信同学都会想要问 对 欢迎同学打电话进来跟你校长聊天 好 8369 3398 你有两千多位小朋友 大家一起来跟校长聊天 等会儿校长也来讲一下 就是说身为一个校长 感觉是要怎么 怎么样做好一个校长 很多同学都想要知道 你看你算是很快的 就要来服务校长这个工作 一定有对于校长这个工作有独到的一些想法 我们欢迎一起来分享 好我们来接 张立舟同学六年一班 张立舟你好 张哥校长好 你好 张立舟 张立舟同学六年一班 对 你以前有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没有 哎呦 就是因为今天校长来你才认识我们节目 嗯 太棒了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欢迎第一次打电话接来的张立舟先生 六年一班 哦呦 张立舟 嗯 你没有听过我这个节目 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我刚才你有听我前面不是有出个题目吗 嗯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你是刚刚才开始听啊 对 刚刚才回到家 嗯 就刚刚听到同学才开始打 哦同学跟你讲说 赶快打赶快打 你就开始打是吧 嗯 那你很幸运哦 对啊 你的同学就住你隔壁了 怎么一听同学讲 你从哪里听到同学在喊啊 不是就是 他打电话给我 他打电话说 张立舟赶快打电话 那为什么他自己不打电话呢 你是班上班长是不是 不是副班长 哦 哇 那打电话给你是班长哦 嗯 他不是班长 他不是班长 就是你比较骂己的就丢 对 就跟你讲张立舟你赶快打啦 赶快打啦 那你说 为什么不是你打 你比较敢打了赶快讲 是不是这样子 嗯 好的那你那出个题目 你有听过《如果儿童剧团》吗 嗯 没有 好那这题目就不用问你了 那你知道《如果儿童剧团》 4月24号在哪里要演戏 你知道啊 嗯 嗯 也不知道 好的那也就不要先浪费您的时间了 好 张立舟 赶快 我要哭一下 你跟校长先聊聊天 来 跟校长打招呼吧 校长好 哎 立舟你好 就没有了 你总要讲别的啊 比如说你想跟校长说什么啊 或者是你想问校长什么问题啦 或者是你想给校长什么鼓励啦 来讲几句话吧 嗯 校长你每天工作辛苦了 好谢谢你 哦 那你那个张立舟 嗯 那你每天读书辛苦不辛苦 嗯 就蛮辛苦的 你读书辛苦什么你 六年一班 你说说看 读书有什么辛苦 嗯 嗯 不知道怎么说 没有关系 说说看嘛副班长 讲一下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 你觉得比较 比较累 嗯 就算数学的方面吧 哦数学 对数学有压力对不对 跟强哥一样 强哥数学也不好 嗯 对啊 数学有时候都好 好紧张哦 嗯 对不对 出那些题目就觉得 哦好可怕哦 对不对 嗯 鸡跟兔关在同一个笼子里面 他们为什么要关在一起呢 那算他的脚干什么呢 对不对 就是每次这种题目都觉得好 压力好大 哦 没关系 啊不过数学还是要学一下 因为什么 他有的时候是一种逻辑啊 他也是一种 一种 一种 怎么讲 一种 我们生活总会运用到的 对于数字的观念 好不好 嗯 好 那你觉得做校长有什么累的呢 嗯 工作方面吧 真的吗 校长 作为一个校长 有没有 他做数学很累 那校长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 哦 最累的是什么 嗯 因为学校的 同仁多 小朋友也多 那 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是 在生活 在学习 是 那难免会有一些小状况 那 其实很多的小状况累积起来 其实 就会有 处理不完的事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 呃 教育局也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哦呦 对那有一些政策要推展 那在推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人真的比较多 所以要不断的沟通 然后不断的协调 啊 所以可能也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啦 不过 呃 累归累啦 其实看到 每天小朋友 脸上带着笑容 我觉得那个就是 支撑我们 继续做下去 想更多做一点的那个动力 啊 哇 笑 我觉得校长 真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校长 年轻 有为之外 就很真诚 站住你听到校长说的吗 有 你看看 您只要读数学 可是校长可是真要面对 两千多位小朋友 两百多位教职员 他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要整个把他领导起来 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也要好好读书 我们呢 校长花了这么多精神 老师花了这么多精神 以后 我们也要像校长跟老师一样 去帮助很多人 好不好 好 谢谢您哦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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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没有 因为他完全没有听过B团 接下来这一位 哎呦 除序的除哦 哦 对 除序 除云小姐 除云你好 你好 哇 你这个名字很特别 你是除 那个念除 哦 除 我有个好朋友 就是念除 对对对对 我有个好朋友 就念这个除 哇 哇 这个这个姓在台湾多吗 不多吧 不多啊 你有碰过跟你一样姓的吗 有 谁 呃 不认识 但是有知道 知道他的名字 但不认识 跟 哦 有些一个棒棒叫 石爆音 楚智远 是不是 哦 哇 那 哦 这个不容易 那你以前有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有 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哎 难了吧 给你选 好不好 赵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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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 赵志强 请作答 赵志强 你确定 确定 赵志强 正确的 哈哈哈哈 你以前有听过这个节目吗 有 请问 我这个节目的名称 做什么 9点起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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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问 我们这个节目 是 礼拜几到礼拜几有播出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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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礼拜几到礼拜几 对啊 不是啦 你有听过 但是不知道 对啊 就偶尔听到一下 我跟各位大个大大大大大朋友 小朋友报告一下 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每天live播出啊 好的 非常感谢 初音也是第一次打电话 进来见在你身边有些什么人 啊 可多了是吧 你身边有什么人 哈 你身边有些什么人 哥哥 还有呢 没有啊 就这样子啊 对 好的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欢迎楚鱼和的哥哥 哦耶 来 听 好 那你要不要答一下我们刚才的题目 请问 咱们如果人剧团里面 猪探长的助手 叫什么名字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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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难咯 猪探长的助手 花生 谁跟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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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谁跟你说的 不要紧张吧 好 花生 正确答案 厉害了 厉害厉害 哇 这是 是 那4月24号 你会来看我们的戏吗 呃 不一定 没关系 五年六班 来想跟校长说什么 请说 校长请问那个 合作社卖的东西 可不可以再多元化一点 对对对对 厨云你好 厨云你好 这个紧张啊 呃 我们学校有合作社 对对对 但是校长要告诉 厨云 是 因为呢 学校里面的合作社 可以卖的 东西呢 其实教育局 他都有规定 那你现在看到我们合作社 摆了那么多的文具 他摆了一些 食品 那一些食品 那一些文具 其实都是在 教育局规范的范围内 对 而且呢 我们 对于那个合作社的厂商呢 其实我们 法官的蛮严的 就是 他只要什么 他只要卖 教育局超过的东西 我们事实上 是会给他开罚的 哎呦 那我们当然期待 可以怎么样 可以多加一点 通通抓走 对 但是 因为他多出来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有危险性的 要不然就是可能 会危害到你们健康的食品 所以 我们也不期待 在学校里卖这样的东西 来 影响到小朋友的健康 我来问一下 我们的厨芸小姐 厨芸小姐 你希望合作社里面卖什么呢 合作社里面就 口红吗 没有 眉笔吗 腮红吗 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 裙子吗 不是 营养食品 要再加多一点 什么叫营养食品 就是 就是正餐 正 卖便当喔 不是 就是 就是中午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忘了带那个 那个就是 饭 或者是什么便当盒 是 然后就可以去合作社购买 或者是 在早上的时候 不想去那个 早餐店 就可以去那边买早餐 就是再多一点这样 哇 要求的很多啊 好的 等会儿 我觉得校长他都被 特别的有 他的经历啊 就他也在教育局 也在学校服务 他做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 正好来讲一讲 就是说小朋友 现在的需要 跟我们教育单位 为什么这样的规定 正好 可以透过校长的经验 来跟大家多多分享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见全世界 根据家福基金会 最新的轻值调查 显示五成七啊 就是一百个里面 五十七个照顾者 会打动手 打幼儿手心 我屁股 哇 还有超过八成 就是十个里面 有八个 会对幼儿 大声斥责 家福的何执行长就说了 零到六岁的幼儿 处于暴力管教的环境中 除了已经学会用暴力 去控制别人 更可能让个性变得退缩 对此啊 专家就建议了 管教孩子时 明确告知 哪里做错 说明理由 可用减少游戏时间 等等方式 来规范 来处罚 你用打的 用骂的真的不好 强哥非常支持这个 这个其实已经是公认的了 以前比如说 这个棒下出孝子 孝不孝倒不一定 但是棒下他一定会听话 因为他打他怕了嘛 可是怕了以后他会退缩 退缩之后 也许在学习上面 在成长上和跟别人沟通上 都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 我们得要想办法 另外社会上还是有许多默默做事的真英雄 比如说消防员 前天纽约布鲁克林区发生火警了 消防员 赶到现场 很快把 小女孩路易斯 从火场里救出来 路易斯 幸运逃过一劫 他很担心 很担心谁 他的好朋友 谁呢 Micky 那Micky是谁 他不是老鼠 他是一个他的爱犬 他喜欢的一个狗狗 他女的火长怎么办救命啊 就在正在难过的时候 路易斯看到谁 消防员叔叔抱着全身湿透的 Micky 他不是因为紧张流汗 是因为救火的时候 水碰到他 把他抱出来了 哎呀 他就哭了 好高兴 消防员叔叔呢 不慌不忙的 拿氧气筒 给 不是给路易斯 给Micky他呼吸 他说 当时啊 他们深入火场 希望确保所有人都逃出来 结果呢 厨房发现狗 哎呀 消防员叔叔就笑着说 他在厨房里面肯定是肚子饿了 想去找烤鸡吃 啊 没有啦 烤鸡是我家的 结果他就找烤鸡 差点变烤狗 哎呀好危险 其实这件事情啊 除了感觉到人与狗的感情很好之外呢 另外 告诉各位 除了呢 我们4月24号 在猪担长 会在国家剧院 5-6月要演流浪狗之歌 对不起 我忍不住想告诉各位这个新闻嘛 9点42分55秒 我们聊天已经聊得真开心了 校长 校长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我很佩服 为什么呢 我就想什么 我们如果人剧团大概50多个60位同仁伙伴 经营起来就好 就像你说的人多就会 可是你是多少 200多个教职员大朋友 然后还有2000多个小朋友 哇这个经营起来 这更是不得了 这个是大型公司的一个规模 所以说刚刚有讲说 作为一个校长 您觉得难难在哪里 或者你要怎么做 你的心得是怎么样 当一个校长难难在哪里 其实做事情简单 那大概会比较困难的 就是处理人的问题 那虽然有完善的法令 或是完善的制度 但是人都是有他的想法 是还有他 每个人想法不同 你要做整合 要规范 领导 这真的不容易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沟通 沟通观念 对 那有时候明明法令或是制度 是这么设计 但是人又喜欢在这个制度规范之外去夹缝中去求生存 所以 你在说哪一件事 现在我们回来说这个 教育局单位就像你讲的规定了 可是小朋友又觉得说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教育局那边的老师们 叔叔伯伯阿姨 大哥大姐 为什么要做这些规定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卖更多一点吃的呢 吃的又没有坏又没有害人 为什么不能多卖一点正餐 让我们早餐有早餐 午餐有午餐呢 我想这个大概都是 衛生还有健康的考量 为什么不卖一些什么热食啊 或是其他的东西 那因为小朋友年纪还小嘛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什么热食这个部分去做把关 或是他的什么 他的内含物到底是什么 没办法把关的时候 往往对小朋友的身心的健康其实是有危害的 或是有影响的嘛 所以教育局才会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也期待小朋友就是 每天能够什么 期待爸爸妈妈能够为小朋友准备早餐 在家里跟什么 小朋友吃完早餐之后再来学校 那午餐的部分的话 有些爸爸妈妈 他也会帮小朋友准备午餐 那没有午餐 其实我们学校也有营养午餐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管道 其实小朋友是可以吃早餐 可以吃午餐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小朋友大部分的时间都 醒着的时间都在学校 那回到什么家里爸爸妈妈妈也忙 那其实我们也期待 早餐能够在家里吃 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的什么 互动的机会 像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学校当然也有管理 这个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规范 那您要做整合 对于您来说 您想要把陆江带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境界 然后您在学校里面 未来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ok 陆江国小虽然是一个小学校 但是我们学校还蛮特别的 我们有托育中心提供给0到3岁的小朋友 那我们3到6岁的幼儿园 那我们还有6到12岁的小学 那我们还有一个补校 晚上还有补校 这个大朋友 对大朋友 那除此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热灵中心 那是老人家 对老人家 特别是提供给50岁以上的长者 来这边做一些学习或是联谊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奴底社大 所以呢 社会大学 社会大社区大学 你这个不得了 这个学校假如是一个完全学校 所以我说我们学校 其实是一个什么7-11 从早到晚其实都有什么 都有人在这边学习 然后从最小的到最大都有 真的有 对 那其实身为鹿江国小的校长 我一直期待说 希望把我们学校 营造成一个城市里面的乐学园 然后它是一个卓越的新鹿江 用心的鹿江 那所以城市的学园 就是说不管是这一些 托育中心的也好 幼儿园也好 或是小学的小朋友 甚至于补校的 所有的人都在能够在这一个什么 安全健康 而且就是友善的环境里面 快乐的学习 太好了 对 鹿江就是我们大家的乐学园 亲密日记 星期四 铃铃要考试 今天的我 今天有会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接林又锦 林又锦 林又锦你好 喂 喂你好 你好 又锦 又锦你好 又锦你有听过我们节目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六年十班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我们欢迎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完全没听过咱们节目的 林又锦先生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很开心 有什么开心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节目最 每天在最后一通电话 就分享一下快乐或不快乐的事 你一定有什么快乐的事呢 蛤 就最后一通喔 对啦 没了喔 不然怎么样 你还想要请别人打进来喔 没有 对喔 那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蛮开心的啊 有什么开心的事快分享一下喔 开心的事喔 对啊 没有 嗯 没关系啦 考一百啦 唉呦 哇 你是真的假的考一百啊 真的啊 唉呦 原来你刚刚是低调 不要讲太大声 哪一科考一百分 嗯 社会 唉呦 这么厉害喔 哇六年十班算是厉害的喔 那这样的话 林又锦 那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快乐 现在校长呢 要出一个题目 你是六年级 看你会不会 但是你不要讲出答案 让其他同学都有机会 有两千个同学 可以到我们的news98官方粉丝团 我跟校长摆出的陆江Pose啊 这底下啊 可以留言 你知道官方粉丝团吧 不知道 就脸书的意思 NVWS98官方粉丝团 你就知道news98 在脸书上就可以找得到 校长要出个题目 你不要把答案讲出来喔 来请校长出题 好 各位陆江的小宝贝 校长要出一个题目 请问 我们 在中校仁爱信义和平楼 中间有两只大象 这两只大象 叫什么名字 还有名字喔 我这就这 这真的只有你们学校 哎 李佑锦你知道吗 不要讲出来 你知道吗 真的知道 两只的名字都知道 呦 这就真的只有你们学校同学知道了 好 你们赶快到那个脸书上面 就是news98 news98 news98官方粉丝团上面留言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 林振芬先生 小姐 魏振宇先生 Elsa 都有在上面留言 都有在那边鼓励 可以来做答案了 好 我们要先谢谢又锦 拜拜 拜拜 今天非常感谢校长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强哥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也谢谢陆江的小朋友 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也认识我们这个节目 每天都来收听这个属于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亲子的好节目 谢谢各位 跟各位说晚安 晚安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鬼奶奶 还早呢 还早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对 听故事啊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蜜蜂和养蜂人 嗨 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 我是强哥 您觉得我是好人吗 啊 你觉得我是坏人呢 有的时候呢 各位小朋友 一定要慢慢学习分辨一下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哦 有一个人 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 摆了很多的美丽的蜜蜂香 这蜜蜂香做什么用呢 是用来养这个蜜蜂 来取它的蜂蜜的 有一天 这养蜂人呢 那他有事就出去了 等他一回来的时候 哎呀 发现这个蜜蜂香里的蜂蜜 都被偷走了 啊 啊 啊 怎么会这样了 啊 等了这么久 辛辛苦苦才收成的蜂蜜 竟然全部都被偷走 真是太可恶了 哦 养蜂人想到自己花了好多的时间 他心血结晶都没了 又气啊 他又恨啊 他在蜂香旁边到处找啊 到处找啊 希望能够找出那个蛛丝马鸡啊 能够抓住那个小偷啊 这个小偷就不要被我抓到 要是被我抓到的话 我一定要把它塞到蜜蜂窝里面 把它盯成个大猪头 谁知道 这个时候出去采蜂蜜的蜜蜂啊 正好都回来了 居然把这个养蜂人啊 误认为呢 要来偷蜂蜜的小偷 这些蜜蜂就一涌而上啊 展开攻击 小偷小偷 快点快点 慢走慢走 帮我盯我盯 你拿盯他 你拿盯他 我盯我盯 这养蜂人被盯了 哇哇大叫啊 全身都是伤啊 他好生气啊 就对这些蜜蜂说 你又盯我 你们这群蠢家伙 不去攻击真正的小偷 哎呦 你又盯我屁股 你竟然还来攻击我 这个平常就辛辛苦苦 照顾你们的人 哦 真的是笨哦 其实我们遇到事情啊 一定要明辨是非 如果呢 不仔细分清楚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 敌我都不分 连朋友都可能会攻击哦 连朋友都可能会攻击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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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